好 我们再把镜头转到东台湾 在40年前台东县第一家生产红茶饮料的工厂 叫做新元昌在鹿野乡成立 但是后来红茶就被进口的茶叶取代 在民国87年这家茶厂宣布停产红茶 不过当地居民为了感念这家茶厂对社区的贡献 就把原有的制造红茶设备 现在转型成为产业文化馆 接收员带领小朋友到40年前 台东县第一家生产红茶的新元昌制茶厂参观 让小朋友了解早期生产红茶的过程 这些机器在民国87年因为红茶失业被乌龙茶取代 已经停止运转 第一个引进红茶种植 被称为台东茶叶之父的老主人温曾坤也已经过世 台东红茶的历史快要中断 不过永安社区为了感念这间茶厂 多年来照顾了近百户茶农生计 在文建会的协助下 让它转型成为红茶产业文化馆 旧茶厂风华在线 重新开幕以后 我们以后社区有做制茶体验的部分 我们会在这边教人家怎么做茶 最大的转变是一种感受 心理的感受 以前我们做红茶的时候 那个晚上都要做到一两点两三点 早期红茶饮料是用塑胶袋装着喝 别有一番风味 如今红茶又有了新的改良品种 叫做蜜香红茶 在市场上也很受欢迎 这间老茶厂又重新生产红茶 好像见证了台湾红茶的兴衰历史 现在老茶厂转变为红茶产业文化馆 也要让游客一起来分享这段红茶历史 记者张明哲台东报道